小貨車路邊停車 車尾跟機車靠超近 幾乎快要輕上去 這下還沒完 工程人員徒手暴力一車 路邊兩台機車被他移動位置 另一台電動車更慘 即便有鎖龍頭 還是被工人跨坐 抬起車頭位移 用力摩擦輪胎 發出碰撞聲 車主在頂樓摔衣服 看見這一幕超活大 檢查愛車還出現刮痕 原本停好好的機車 就會被斷移動 我的機車側邊是有掛傷 昨天晚上騎的時候 是發現說 就是我前叉會有一點不穩定 台中太平巷弄內 一間學生宿舍的對面 正在施工 工程人員為了讓自己的貨車 有地方停 竟然硬翻了四台機車 連有鎖龍頭的都不放過 工程行找不到位置停車 貪圖方便 不止一次亂移別人的機車 連同事也驚呼 這樣也可以 工人老神在在 拿知道暴力過程 全被行車記錄器拍下 造成機車車色 恐怕得造價賠償 記者王君傑 李雲傑 台中報導